五一节假日的这一天 对于许多居家隔离的人来说 真的很不爽 不能出去游玩 就连明星也是如此 就在五一当天 女星陈妍希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在上海居家隔离的照片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 陈妍希晒出的 是自己练瑜伽时的照片 并还配文 瑜伽一下 元气满满开启五一小假期 由此可以看出 陈妍希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就连五一休假 都在努力锻炼保持身材 而且 图片中还能看到 陈妍希身穿黑色运动套装 完美地突出了她的身材曲线 小西腰强劲十足 陈妍希的皮肤也是让人羡慕 细嫩的就像包了壳的鸡蛋 而且她天生的娃娃脸 显得很幽态 让人越看越想看 除此之外 陈妍希练习瑜伽的环境 真是满满的仪式感 两束鲜花 一个蜡烛 不仅能在练习瑜伽修身的同时 还能尽心养性 真是太会生活了 虽然大家都是在家隔离 但是人与人的区别是真的很大 有些人在家邋遢不成样子 有些人在家依旧保持自律 因此 陈妍希的自律 也是大家该学习的 并且 此次陈妍希的瑜伽照 想必应该是她的老公陈晓 帮忙拍摄的吧 因为此前陈晓直播时 画面中的沙发是同一个 所以他们夫妻二人 应该是一同居家隔离的 这让网友们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虽然陈妍希和陈晓一直在家隔离 但他们依然不忘 对外捐赠防疫物资 来驰援上海 就凭这一点 不得不让人敬佩 给人一种温暖热心 又有着满满正能量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错觉 总感觉陈妍希好久都没有演戏了 自从结婚生子之后 她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 这自然也是她愿意去做的事情 她应该也是享受当下的幸福生活的 不过近期终于有她拍戏的消息了 近期 宋健和陈妍希主演的电视剧 温暖的甜蜜的发布了预告 在这部剧中 两人饰演的是一对好闺蜜 在追爱求爱情的路上 发生了一些提笑皆非的感人故事 他们会怎么选择爱情呢 挺值得期待的 看到预告之后 网友才发现 女生陈妍希终于又开始演戏了 好久没看到她的作品了 确实是的 曾经她还是大家心中的初恋女神 是校园里可爱的沈嘉宜 而如今在温暖的甜蜜的中 陈妍希已经变成了齐嘉宜 时光会改变一些东西 却也会创作新的回忆吧 陈妍希出圈的作品真的不算多 除了电影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之外 也就还有心神雕侠侣了 虽然后者让她遭受了一些吐槽 但是她在剧中的可爱 也让她收获了爱情 在不拍戏的时候 陈妍希也会为儿子准备生日惊喜 出一首歌之类的 一对明星夫妻 很难做到两个人都同时去拍戏的 还好现在陈妍希的儿子也长大一些了 她也有空去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去年参加浪姐2的时候 虽然早早就被淘汰 但是参加过也是开心的吧 浪姐是那么受欢迎的节目 参加的人都会有所收获 有的都获得了更多的拍戏机会 有的则是商业代言增加了不少的 一般说来 人基本是要有工作的 不能一直闲着 这样容易颓废 不管做什么 就是要有事情去做 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 不要只待在一个的方 多去尝试 无论是沈嘉一便及嘉一 还是其他的 他们都是陈妍希的角色名片 陈妍希还是应该多出来拍戏的吧 喜欢她的观众都是从作品而来的 如果她长期不拍戏 这或许也辜负了大家的期待吧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她生活的开心 拍戏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看她个人选择了 温暖的甜蜜的 应该今年内也会播出 不知道陈妍希的演技 是不是有进步呢 到时候一起期待这部剧吧 希望是不有质感的剧吧